前面我讲述的世俗音乐均是声乐题材 尽管这些歌曲的类型也不乏乐器的伴奏与烘托 或是有些歌曲还被直接改编成了一些弃乐曲 但是自中世纪以来 弃乐的始终是处于一种受排斥和次要的地位 它基本上是依附于声乐还有舞蹈而存在 可以说在16世纪之前 并没有成熟独立的弃乐题材出现 在讲这一节的新内容之前 我先提问几个问题 也就是帮助同学们回顾一下 我们此前讲过的一些有关乐器还有弃乐的内容 第一个问题是 古希腊时期有哪些重要的乐器 古希腊时期我们其实主要介绍的是两种乐器 一种是管乐器叫阿弗洛斯管 同学们还记得图片上面呈现的一般是两根管子一起来吹 那么它主要是用于九神的祭司 另外一种是一种弹波乐器叫李拉琴 那么后来扩大形制之后的李拉琴叫基萨拉琴 那么它主要是用来祭司阿波罗神 也就是太阳神 第二个问题是 13世纪有一种为舞蹈伴奏的民间器乐题材 那么它的名称同学们还记得吗 这是我们中世纪讲到的一个唯一的器乐体材 叫做埃斯坦比耶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器乐体材 而是为舞蹈来伴奏的 第三个问题呢 14世纪法国作曲家马少 它创作了唯一的一首器乐曲 名字叫什么 这首乐曲叫《大卫分解旋律》 也就是它用分解旋律这样的一种手法来创作的 虽说它是一个器乐曲 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无词的经文歌 也就是基本上是在模仿经文歌的形式来创作的 依然不算是一个独立的器乐题材 好 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之后呢 我们来看16世纪的器乐的发展 进入16世纪之后呢 作曲家对器乐的兴趣逐渐增长 有越来越多的器乐曲谱 被记写和运刷出来 并且呢 还出版了一些描述乐器和演奏法的书籍 16世纪的乐器种类 已经包含了多种类型 像管乐器 拉弦乐器 拨弦乐器 或者叫弹拨乐器 另外还有键盘乐器 和打击乐器 同学们可以参见下面的一系列的图片 其中呢 像管乐器的数量和种类 最最繁多 如双簧的这种销木管 还有横笛 竖笛 小号 木管号 还有作为今天长号前身的萨克布号 等等这些 16世纪的各种乐器啊 常常是分足成套制造的 也就是是一家子 大大小小不同的形制 像提琴的前身 叫维奥尔琴 它就是一个家族类成套的一种乐器 键盘乐器呢 主要包含着教堂的大管风琴 还有一种便携式的小管风琴 另外呢 还有骨钢琴的两种类型 一个叫卸锤弦琴和鱼管弦琴 那么在这两种骨钢琴当中呢 最常用的是鱼管弦琴 波弦乐器 有大小不同尺寸的柳特琴 像这种低音柳特琴 是非常大的一种形制呢 常常也是半唱歌曲 柳特琴的祭谱呢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 就是六根线的一种符号谱 这些符号呢 它并不是表示具体的音高 而是指示演奏者 就是手指所处的那个位置 因此呢它是一种音味谱 16世纪的契乐 逐渐开始脱离声乐 舞蹈 出现了一些独立的契乐体材的雏形 我们可以把这些 最初的一些契乐体材的这种探索呢 分成五种类型 第一种呢 是与舞曲相关的体材 像帕范舞曲 阿拉曼德舞曲 库朗特舞曲 还有加亚尔德舞曲 这时期的作曲家 在使用这些舞曲来创作的时候呢 常常喜欢采用成对的组合 也就是一般是一种 二拍子的慢速度舞曲呢 后面跟一首三拍子快速度舞曲 比如说像帕范舞曲 后面跟一个加亚尔德舞曲 第二种类型呢 是与即兴的演奏相关的体材 例如像前奏曲 托开塔 还有幻想曲 这些契乐体材 它保留了民间 即兴表演的一些特质 那么常常是带有一种 影子的功能 作为前奏和影子 另外呢 这几种体材之间的区别不大 它名称在最初的发展的时候 还常常可以混用 第三种类型呢 是采用模仿对位手法的体材 那么它的名称叫利切卡尔 那么利切卡尔是什么体材呢 就是最早它是一种短小的 即兴的柳特琴的乐曲 后来就逐渐发展到了 其他的键盘乐器上面 利切卡尔对每一个主题 都进行一种模仿展开 也就是它大量使用 一种模仿对位的辅调手法 这是这体材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那么它很像是一首 无词的经文歌 第四种类型呢 叫做堪作那与奏鸣曲 这两种体材 主要出自文艺复兴晚期 威尼斯乐派的作曲家的创作 那么这个呢 我们会留待下一讲 再详细来谈 第五种类型呢 叫变奏曲 主要指的是英国的 维基纳琴的变奏曲 那么这种变奏曲呢 是在一种熟悉的旋律 或者是固定低音上进行变奏 在我们课程链接的这个视频音响当中 是柳特琴演奏的16世纪的契约作品 那么它包括像幻想曲 像利切凯尔 帕范舞曲 还有萨尔塔雷洛舞曲等等 同学们可以选择性地聆听其中的一些片段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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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